大家就在这里说动物或者各种东西 其实香港很多人都要养东西 龟、猫、鱼、狗、老鼠 也不是老鼠,就是仓鼠 你知道关于仓鼠 早几个月当然有一件事 大家都问着商心听着流泪 就是跟它说 搞不好,有些老鼠可能会有什么 于是人都毁灭了很多 一晚之间是几百只的老鼠 就是仓鼠,都遭到独守 大家都很认识 但原来除了仓鼠之外 因为当时很多动物的保护 动物的权益的朋友都出声 那为什么 或者你究竟是什么玩法 原来政府已经收了例 跟你说如果你的人有染病 然后他怀疑或者证实 其实他不会证实到 他也是怀疑的 跟着说如果你的家里的动物 都有向人类传播病毒的风险 就会要求市民交出你的宠物 如果他觉得你的狗有可能 麻烦你要给它 但至于狗最后怎么处理 这里是严重空白的 是完全没有的 没有的 总之说原来政府已收例 可命令市民交出可能感染病毒的动物 这个是可圈可点得好 是的 而为者可罚款一万及监禁六个月 钱费那些都稀少 现在基本上他什么都只是弹求 想收你钱 你看到这段时间就知道 自从出了消费券之后 这段抄牌是落力了很多 是 正所谓那头收五千 这头是三百亿 类似是这样的状态 正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家里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都是怕的 因为曾经有想过 是不是要出一种叫动物检测包 當人可以吐吐的時候 貓狗是不是可以吐吐吐 對,貓狗吐,瘡鼠我想都可以 龜我真的不知道怎樣處理 魚我不知道怎樣處理 理論上魚應該沒有 很麻煩 理論上江魚應該沒有 除非帶菌者赤手淘汰水 或者吐水下去 換水的時候摸到 就算他也沒有傳播的風險 就算我當你幻想一個情景 有一個人他養了江魚 我當他中了招 好,他康復 然後我上去他家 打個招呼才算 然後看到江魚很有趣 我空頭上去看照片也沒事 因為隔著玻璃 除非他的水泵 用氧氣玩得很厲害 他從水那裡再透過 彈出來 對,這個就是另計 如果不是的話 應該理論上正常都沒事 但我就說他現在跟你說 他可以隨時命令你 我要拿走你的狗 這個呢 他的例子原來是說 任何物品包括動物 對,他覺得你的衣服有 拿你的衣服 拿你的鞋子有 拿你的鞋子 你的寵物有 他拿你的寵物 有些書面回答 如果那件事可能受感染 衛生主任可命令該物品 執行任何疾病控制措施 包括將物品銷毀 這個 如果妨礙的話就定罪了 對,上次有145隻仓鼠 被疑惑處人道處理 究竟會否因此情況下 令到多了一些動物 因此而犧牲了呢 不得而知 但我想說 仓鼠 說真的 你說有沒有分層 一定有 始終養仓鼠不是最主流的香港寵物 說真的有人養的,但不是最主流的 好了,但我就說 這個仓鼠的權益 我們是沒有放那麼大 即是香港是不會有 拯救仓鼠的一些聯盟 或者就算有 都不像救流浪貓 流浪狗的層級那麼大 甚至香港其實有很多 是一些叫做狗牆 或者是貓牆 就是異養的 即是有些人撿回來 他們就在那裡讓他們去 領養 是的,等待人領養 或者其實有很多 因為最近近大半年 小弟的工作 都跟寵物有些關係 也有去過這些地方 去做一些探訪 慈善野之類 跟他們聊天 其實你進去 是真的另一個感覺 我也挺建議 以前我也有養過寵物 但那次因為我第一次養 我是買的 當刻不懂 你走過你覺得合眼圓 這樣便買 但其實到大一點 或者再認知多一點的時候 原來發現其實領養 是一個很需要支持的行為 原因是什麼 當我去到那個現場 那些救貓救狗的現場 說的是有百多二百隻狗 有幾十隻貓 你去到有時候很有趣 那些大部分是一些大隻小小 可能是唐狗 或者是中型尺寸至大型尺寸 有很多其實他來的時候 因為已經是五六七箱 很多時候是被人欺負 又有 打架的又有 被車撞到的又有 那這些狀態是 他去到很正常 就算你硬有愛心 你都會想我照不照顧到他 而很多時候 只能夠他進去那些地方 他就真的去到等他 八人歸老 對, 等他八人歸老 很多時候我都看到他 我看到他有一個是怎樣 一個諾威娜 那本身諾威娜應該是一個很強悍 很大力 惡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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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是你看到他的眼神 哇, 說我這輩子都記得 那種眼神是你看到的一種 哀怨 祈求你呵護他 或是他很想表現到 我還是很大隻 但你已經看到他因為身體機能 他做不到 他頂咚廢你兩東西 但之後他自己會縮 會退後 然後另外你去到現場 你見到那些唐狗 他一見到你的樣子 是有一種惡 是一種不信任的惡 因為他可能來之前是 被人欺負過 人有恐懼 對 就算是義工去幫忙 可能他們也要用多點時間去照顧 你知道不是每個狗場的衛生環境都這麼好 對 有很多真是屎屎尿尿 或者比較小的空間 要多鎖幾個狗 那就沒辦法 所以我就說如果幫到手 都一定是用這個 好了回到這裡 你說寵物心肝定 你知道現在特別是香港 很多人未必生小朋友 然後他們的寵物就真的當他半邊仔 小朋友 是他們的小朋友 甚至乎現在越出越多 除了你說平時以前就說 天生天壤人給他白飯吃 你現在嘗試跟一些人說 唐狗可以餵白飯 有很多可能就是 Oh my God 你怎麼可以 但以前你想想 住在村、元朗、屯門、大那些 他們晚上吃剩些 人吃什麼 即狗人吃什麼 他不會想太多 但我就說 如果他一出這個禮 我真的很期待究竟哪一個是第一槍 你看看後面有多少重大浪 但這件事衍生出來 我自己也有養寵物 也有一些寵物group 所謂的一群唱寵物的朋友 什麼不關注祖 衍生到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以前修例我們是會知道的 或者我們是會 一讀二讀三讀 其實你心裡也知道 他最後也會通過 但起碼你會知道 簡單來說是有心理準備 通知你 通知你 有這樣的議案 有這樣的草擬 當然有一些 特意做出來的草擬 然後就 裝作了 最後就做不到 那些濕性也很重要的東西 但這些可以說是大事 因為又可以用防疫條例 來做的一個修例 好了 這個衍生出來的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一來就告訴我們 修了 我們現在要接受 我們中間是不知道 這個衍生到很多 我們現在是不是 哦 是啊 你們沒有開會 你們閉門會議 你們收了就告訴我們 你們是怎樣得來的呢 那件事是你們 Home Office的時候 自己在Zoom裡聊 還是怎樣 完全不知道 這一刻就告訴我們 收了 好了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 為什麼中間要有 修例要有一些 一些意見去給 之類的 就是因為當中 可能這個例 會引發到一些公關災難 或者是這個例 會影響了一些市民 很重要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 雖然不對 就是在不養得寵物的屋苑 不養寵物 這件事是不對 但又會變成了有機會 成為別人舉報的一個 是啊 一個橋樑 是啊 就是有人會覺得 哇 你這隻狗真的很吵 我懷疑它 我懷疑它 是啊 我懷疑它 它種過 然後它的寵物 它的寵物在家裡 那個又不養得 看不順眼很久了 我一步 是啊 然後 不中也搞一下你 讓你害怕 是啊 那你搞一下你 到時要我交出我的動物 那個是我的兒子 我的女兒 是啊 是啊 即是真的 我都當我的狗是我的女兒 是啊 所以那種狀態就是 如果這樣的條例上 就衍生到 昨天很多的朋友就說 喂 死了 即是會不會有人這樣 去所謂的舉報 然後引發到我要這樣 交出我的動物呢 是啊 還有最慘的是什麼 你沒有的 你如果逼到人走到最後那一步 要麼它就偷運那隻狗走 嗯 然後當然它會問 那你的狗去了哪裡 然後你死了 那為什麼你不處理它 沒有人報過它 它死了 你的晶片有性的 你要報的 你的晶片還在生 是的 然後它走失了 你唯一是同學說 它走失了 我不知道它走失了在哪裡 到時到時候它會回來了 不過這一刻不在 你自己等一等 平時不是在家住的 是 只是出去租酒店 是啊 我去哪裡我真的不是很清楚 是啊 狗狗s staycation 自己有一些東西 這些就是你又是令到大家讚好 當然你說 那它可能真的有風險 因為有很多人曾經說過 它未必是感染的源頭 但是它可能是一個載體 是的 有機會傳染 是的 你看一說 可能已經抱著它了 對不對 你想想如果 你一直在地上 等聽著我們節目 你想想如果發生在你身上 你想想你不瘋 你真是瘋 我猜就是膠 膠都可以打 打硬 打硬 真的 所以這是最擔心的一件事 當然了 你說好人好者 大家正正常常的 無緣無故有人舉報 或者無緣無故 怎麼會發生 這個條例都是 防患於未嫌 是不是 是的 就是有一個 這樣的條例 都是保障大家的安全 這樣去修訂 還有你沒有說過 你怎樣安視 譬如人都跟你說 我抓你去旁邊 你會去捉個彎 你會在皇后村 頂洞有人玩事 頂洞有人玩事 跟著說 再不是就去清衣 你知道 你看到 肥媽都進去 幫你看看清衣是怎樣 你滴了我的狗 滴了我的貓 你放在哪裡 香港坊間有很多 叫做貓狗酒店 或者充脈酒店 譬如主人去旅行兩三天 它就會放在這裡 當作為照顧 那我就說你政府是不是遊戲這些東西 即是動物方艙 還是怎樣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